各位弟兄姊妹 我很感恩能够再有机会 跟弟兄姊妹分享 讲解 神的话语 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特别想起《圣经》诗篇119篇里面提到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这可能是不少弟兄姊妹 耳熟能长的金句 可能从小回到现在了 但在今时今日 这次圣经很有味道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出街行路 就不会拿着灯 日光日白地走 因为没有这样的需要 当诗人他写出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的时候 已经先假设了 身处的环境是黑暗 道路是看不清楚的 在这些景况当中 神的话语特别宝贵 我们看来今年将要过一个很不同的圣诞节 疫情仍然紧张 很多市民的健康和生计都受影响 现在连出街吃饭都受限制了 我们心情很受影响 或有不同的忧虑 或者我们会有很多疑问 神究竟你在哪里呢? 在预备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时常会唱或听到一个字眼 以马内利 神与我们同在 究竟是否真实呢? 我们怎样才能见到神 像刚才我们《启应经文》所读的呢? 何时才能等到神的医治、拯救、公义来临呢? 今天我们和大家继续思想 主耶稣基督在八福里面的交道 在《马达福音》第五章八节 是八福中的第六福 主耶稣教导门徒说 我们可以一起读的经文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但愿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 得罪亮光和安慰 让我们先有祈祷 我们的天父很感谢你 因为你刺一下你的话语 逼我们在我们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 道路不清楚 环境黑暗的时候 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 天父说 让到今天我们思想第六福的时候 我们思想如何在神面前 成为一个清心的人 亦如何能够得见神 天父说 愿意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笑 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 更加给我们力量去学习和走出来 天父说 愿意你明得荣耀 为祷告奉主明求 阿们 在八福当中第六福 主耶稣基督 向他门徒宣告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首先我们要明白 主耶稣基督说的清心是什么意思 在新约原文当中 一个清字就是指到清洁 单纯 没有污染等等的意思 字面上和中文是非常接近的 英文翻译成为pure 当我们代入犹太人的信仰和文化当中 有个写在旧约的圣经记载 就可以看到清心和和神的关系 是一个联系 我们会联想到在诗篇二十四篇 提到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 谁能站在祂的圣所 就是那些手结 心清的人 不向虚妄起誓不怀鬼诈的人 在诗篇里面提到 哪些人才配得在神的面前 去敬拜是奉 就是那些手结心清 不向虚妄起誓不怀鬼诈的人 意思就是他的思想 他的心地 他的行为 他的言语 都有一个相当纯正的要求 但如何去达到这个要求 就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我们在新有圣经里面 看到所描绘的文士快乐赛人 他们就偏向于藉着手礼仪 确守律法 行为上的要求 来实践他们的信仰 的确 在旧约希伯来文相应的概念 清这个字 也包含在礼仪上结成的意思 这个可能也是他们执着于 守律法和创制各样的规矩 以至达到在神面前 清心的概念 但是我们知道 敬虔的行为是可以装扮出来的 礼仪也可以是表面的功夫 神的心意 早已在审慕义记上表明了 听命圣于献制 信从圣于公羊的自由 当神的心意被人扭曲 远离了这个律法的原意的时候 神就要责备和审判 不单只在旧约圣经如是 在《玛特福音》第23章之后的记载 耶稣基督以七祸 来谴责民事和法利塞人 当中言辞也很严厉 直指他们 你们这个假冒为善的民事和法利塞人 有和了 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 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 你们好像粉色的坟墓 外面就好看 里面却装满了死人骨头和一切的污尾 你们在人的面前 外面献出公义 但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 简单来说 耶稣基督所指责他们的 不单是他们心底不顺正 没有一个清心 更加是污慰不堪的 当他们尝试以律法的礼仪 或者在人的社会当中 去建立一个道貌岸然的形象 我们在社会里面可能都见过不少 但是祈求在神的面前过骨蒙月纳 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人虽然是看外貌 但以为我说 神是看内心的 既然神是看内心的 那么耶稣基督的标准 在祂的概念当中 怎样为之清心呢 我们在福音书里面 亦都可以有迹可寻的 例如在马华福音第十章 那里有记载歌 有些人带小朋友来到想见耶稣 要耶稣去摸他们 门徒也责备过那些人 但耶稣看见就不喜欢了 就对门徒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要承受神国的 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于是就抱着小孩子 他们按手 为他们祝福 我们如果将主耶稣基督 对小孩子那种的欢迎 接纳 和为他们祝福 对比起耶稣对以色列人 当中的法利赛人 民事的责备和拒绝 就会看得出内心的单纯 或者小朋友 或相对上 心底未被各样的罪恶 潜扰污染 是神所珍惜和爱惜的 亦是神所乐意祝福的 至于清心的人 为什么会有福呢 主耶稣基督宣告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我在想 当主耶稣的门徒 听到主耶稣说 他们必得见神的时候 他的心情会是怎样呢 我想可能会有点张力 因为在旧约摩西五经里 神亲自跟我说 你不可以见我的面 因为人见我的面 就不能传活 意思就是 神是圣结的 他的荣耀 不会随便地显示给人看 因为有罪的人 在圣结的神面前 是不能够传活的 所以 在教育当中 我们看到 神是很选择性的 启示给他 特别简孙的人 或者是先知 或者是跟救恩 很有关系的人 我们也明白到 为何先知 以赛亚在异象当中 见到神 他就会惊叹呼喊 惑灾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极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极的门当中 又因为我眼见大君王耀 万君之耶和华 因为人的罪的缘故 是不能够去见神的面 见神的面 就是要面对审判罪恶的时候 但是 假如人是被神接纳的时候 属于神的 被神因面 联敏的子民 他是非常期盼 能够见到神的 刚才 在诗篇24篇 看到 手杰深清的人 才能够登神的圣衫 之后第7至10节 形容到 忠诚们 你们要抬起头来 荣耀的王要进来 荣耀的王是谁呢 就是有能 有力的耶和华 当中所画出的图画 就是耶和华 亲临圣成 神的子民 很欢喜地迎接 那种的期盼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章力了 人一方面有罪 不能够在神的面前 在圣见神的面前 另一方面 人都知道自己本身 没有资格见神的 但却是很期盼 神临在他们的中间 与属神的子民同在 而第二方面 必得见神的章力 就在于盼望 和现实 或实现当中的章力 犹太人相信 神有一天 会来审判全地 全面地彰显 他的公义和拯救 而今年 我们教会乐兴圣中 读了很多先知书 这个信息也很明显 《以创下书》里面 第11章 到那天 耶稀的根必纳作 万民的大旗 《外邦人必寻求他》 这样 而微家书第四章 提到末后的日子 《耶华语作王》 新约圣经最美的启示录 也预言 在末日的时候 主要再临 来審判世界 審判活人 死人 新天新地 最终能够得到实验 在圣城里面 有神和高阳的宝座 祂的伯仁都要侍奉他 也要见他的面 在启示录22章记载 我们看到 在将来的时候 神必会再来 并且拯救祂的子民 让祂的子民 能够面对面去见 但是 现实上 仍然好像仍要等待 但是 在新约圣经里面 当主耶稣基督 临在世间的时候 神真的在人的中间 例如 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四章 看到一位 在水井旁边 遇见耶稣的那位 撒玛丽亚妇人 她的信仰 不是很认识的 但她也相信 我知道 《弥塞亚》 我称为基督的 将要来的 她来之后 便会将一切的事 告诉我们 但她却不知道 原来这位 《弥塞亚》 基督 永生神的儿子 在她眼前 跟她说话 所以 耶稣告诉她 她知道 在跟你说话 就是那位 那时候 妇人才访言大悟 连水罐都放下 走去城里面 做见证 多年来的预言 和对将来的期望 竟然在她眼前发生 而三百里亚妇人的经历 也带到我们思想第三方面 必得见神的张力 就是 假如人 没有这份信心的话 仍然可以对神 视而不见的 根据圣经记载 我们知道 主耶稣基督是神 太初的道 成为了肉身 匆匆满满有恩典 有真理的 住在世人当中 耶稣自己也说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够到腹那里去 你们若认识我 也就认识我的苦 从今以后 你们认识他 并且已经看见他 主耶稣 他是亲自显现 显示父神的形象 所以 当时在福音书里面 记作的人 是命负其实的 见到神 和他吃饭 听他的教导 给他医治 但是他不是人人 见到耶稣 基督 就知道见到神 我们看到一群饱毒 律法经书的祭司 民事快乐赛人 视耶稣为眼中钉 要钉他十字架 而当时 犹太的民众 以为耶稣能够为他们 带来政治上的解放 他们失望了 于是高夫钉他十字架 反而 施浸若寒 他认得主耶稣就是基督 沙玛尼阿妩人 他也相信耶稣就是基督 彼得 也也承认耶稣就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跟随耶稣的门徒 可以见证主耶稣 基督復活之后 也相信他们所见到的耶稣 就是神自己 是主 看来唯有是相信 唯有清心的人 才能够有福气 看见神 否则的话 就算当时 主耶稣基督 站在他们面前 在他们中间生活 显明各样的神迹 他就是生命的主了 人仍然都是可以 视而不见的 而关于见到神 圣经第四方面 就是提到 当人的生命终结的时候 所有信主的人 都会与主同在 《传道书》里面 十二章讲到 尘土仍归于地 灵仍归于次灵的神 当然 人的生命结束 可以是因为日子满足而死 或者可以让人在绝望当中 有这份盼望 例如若白 他在极之痛苦当中 在第十九章 他们讲到 他就讲到 我知道我的救责主活着 我借皮肉灭绝之后 我必在肉体之外 得见神 或者可以像 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 其中一位强盗 他愿意真心悔改 于是 主耶稣基督 让他一同在乐园当中 也或者是 让我们想起 在《使徒行传》里面 记载到初期教会 第一班的执事当中 为首的司提反 他为见证主耶稣 就是基督 而殉道去见主面 在《使徒行传》7章记载 众人听到 《使徒行传》做的见证 非常牢牢 但《使徒行传》被圣灵充满 定征望天 看见神的荣耀 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就说 我看见天开了 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之后他就被群众用石头打死 他在殉道的时候 见到神 而主亲自让《使徒行传》 也打开了天门 去迎接这位 致死忠心的仆人 好了 当我们明白到 在圣经里面 提到清心的人是怎样的 或者能够见神 是一回什么时候 那我们 怎样去回应呢 首先我们要肯定 主耶稣基督的宣告 清心的人必得见神 能够见到神 是一件很有福的事 今时今日 我们的确 生活在艰难当中 面对疫情 我们几乎是束手无策 疫苗是否真的有效呢 或者是后续的问题 全球经济大受打击 究竟世界的人 够不够粮食的呢 够不够医药用品的呢 或者社会动荡 人心思变 究竟是要把握机遇 回大湾区发展 还是移民海外 还是留在香港 资产是否安全呢 都可能让我们当中 很多家庭 很烦恼地囚算 临近圣诞 也都会让我们 在这个环境当中 反思信仰 以马内利 神究竟是否和我们同在呢 或者好像近日 留在圣言里面 唯读到哈巴谷书 才不断地问 这些境况要到什么时候呢 什么时候才能看到 神公义的彰显 为我们伸冤呢 在这些境况当中 我们需要确讯 神就是宇宙的主宰 和历史的掌管者 祂容许这些事情 在这个时间发生 有祂的旨意和计划 我们说祂会不明白的 正如传道者 锐字观察 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讲到 神从此至终的作为 人不能参透 但是当下我们每人经历 主所容许发生的 好的 当然感恩领受 就算不好的 我们也要感恩接受 当然 我们很难期望 我们每人都可以 好像若白那样 在灾难那里说出 我赤身出于舞台 所以有必赤身归回 赏赐的耶和华 收取的都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 是应当清重的 非常困难 但是圣经所给我们 启示 就是将有一日 神的拯救公义 会全面的彰显 所以 与其我们不断的质问 或者怀疑神 究竟是否与我们同在 不如我们思想一下 找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 如何成为一个清心的人 因为清心的人就有福了 他们必得见神 以致我们可以 重整一下我们的眼光和生活 让我们在神面前 成为一个清心的人 在各样的艰难当中 仍然见到神与我们同灾 见到神的恩手 如何去完成祂要做的工作 究竟我们怎么可以重拾清心呢 怎么可以在神面前 成为清心的人呢 或者我们怎么可以 持续地保存这份清心呢 因为我们自己人是软弱的 就算我们内心 多想清心也好 或者受环境影响 或者被人的恶行所连累 或者自己有意无意的 参与在恶行当中 或是被罪纏扰 我们是不能够 凭自己的力量做到的 圣经就给了我们三方面的进路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 第一方面 要能够有清心呢 是必须借着神的恩典 祂的结症 和恢复我们这份清心 我想起诗篇五十一篇 是很出名的大卫的认罪诗 标题那里写着大卫和佛士巴同失之后 才知道拿单来见他 于是大卫作者的诗 在诗里面 大卫情辞狠切地认罪 在第十节特别提到 神啊 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大卫虽然他贵为君王 但他知道自己的心并不清洁 他的灵并不正直 行差踏错 于是他知道他自己需要在神面前 真诚地承认过犯 并且求神为他做一个清洁的心 做 求原文这个字 是创世纪第一章 起初神创造天地的创造造 那个做字 所以我们看不看得出 当中有多么重要 也能明白到 诗图保罗口中的 《纳志为善》 《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是很难够表达出 我们人所面对的困局 人是必须要完全地信靠 依靠神 认罪悔改 以致我们能够由神 得到神所创造 恢复我们清洁的心灵 这是第一方面 我们必须要借罪神的恩典 在神面前真诚的应聚 被神洁净 和恢复我们这份清心 另一方面 第二方面 清心亦需要培养 当然 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 在神面前真心的悔改 神也会按着他应许 赦免我们的罪 让我们重新有正直的心灵 但我们也要注意 如何去保持这份清心 要时刻注意去亲近神 正如《雅各书》那里教导 你们要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我们怎样时常的亲近神呢 藉着读经 灵修 祈祷 但有时我们可能会累 或者是失去了 那份心机 或者可能习惯了方法 或者是已经不太在意的时候 那可能你也要想一下 怎样有少少的转变 以至你能够可以继续 持续 或者是去亲近神 近来几个月呢 我发展了一样 不知道是否有新的兴趣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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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就是 用一支 较为好的钢笔 那些墨碎笔 那 买了一支很特别颜色的 西洋书法用的墨碎 买一本紫质 很漂亮的宝 那尝试去抄写圣经 那 这些图片 我跟大家分享的是 软体呢 软体呢 软体就好像 好像挺整齐的 那之类 近看来的字 其实是轻轻的 是 因为平时用电脑多 都很少写字 而且我发现 原来写十几次之后 手就会非常疲 但是呢 在当中的经历呢 借着这样去写圣经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抄圣经 可以让我自己慢下来 平时 都 各样的事工 各样的事情 都很繁忙 也都压力很大 那一方面呢 抄圣经的时候 帮助我自己 整理私水 也忽然间 有时会有点亮光 和体会的 或者 很心烦的时候 抄完 譬如一版之后 然后 心就忽然间 好像清澈了 很奇妙 其中这一篇 有一次是预备讲章的时候 也不知道 装中有些什么 可以讲 看完解写書之后 抄了一次之后 忽然间 在一个很独特的亮光 就发现 诗篇133篇里面 这个 亚伦的油 怎么去留呢 让我看到 原来是摩西高亚伦的图画 以至解了通这篇诗篇 有时很奇妙的 另外 有时 也想起 为弟弟姊妹祈祷 也不知道 可以怎么帮她祈祈祈祈祈祇 我又尝试 抄了一篇圈 圣经 和她分享 因为 后来发现 科技很发达 分享之后 也可以再分享给另一个人 我也可以 我觉得 也能够 帮助自己的心灵 也帮助人的事情 亦有机会让神的话语很慢 也很透切地帮助自己 这是其中一种方法 可能大家有不同的方法 或者画画 或者背诵 金句等等 都可以帮助我们去想起神 第三方面 就是我们不单止自己 要去培养这份清心 我们也需要在属灵上 有一个群体 同样是清心地追求神的群体 以致我们能够给予此的支持 在提摩太后书 就是使徒保罗写信给提摩太 教导他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同那清心讨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 信德 人爱和平 顶姊妹经文里面提到 清心讨告主的人 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 在第六福里面所宣告的清心 我们需要同样都是去追求神 同样都是清心的 弟兄姊妹 与联合教会 去帮助 去支持我们 去建立 去培养一份的清心 在近几个月 的确 不单止成证 全世界的教会都是这样的了 实体的社会停摆 在当中 可能很多成长班 也要适应 用不同的方法 或者是上不了网的人 可能要用其他方法 或者电话 去跟进 关心等等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 教会其实比平常 是更加紧张 和繁忙的 不单止处理各样的应变 各样的事工 Plan A Plan B Plan C 网上要安排 要学习的媒体 如何操作 需要相当的时间 和功夫 不断不同的尝试 你觉得不熟悉难用的话 我们更加都是不熟悉 和觉得难用 所以我们的特兴姊妹 彼此代讨的时候 也记得为教会的 无论是导师 义工领袖 教会同工 祈祷 有时 大家的特兴姊妹 都要知道 就算网上成长班 或者是祈祷会 不是很 参与上面 很理想也好 但是也要珍惜这些机会 去到 黏起来 我们一群同样都是 去清心 祷告神 追求的群体 以致我们 不影响当中的失落 好了 到最后了 主耶稣基督的宣告 清心的人有福料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 是不是清心的人呢 或许我们会觉得 在你现在的乱世当中 清心未必有什么用 甚至假如你是清心的人 或者会吃虧 或者受人压迫等等 但我们作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就是要在弯曲 活摩的世代当中 不是去争取什么成就 而是在神的面前 做无瑕疵的儿女 这个是弗拉比书 二章里面的教导 相反 假如我们的心 不能够顺正 不能够清洁的话 就会连神的话语 都听不进去 我们在方书里面 见到很多 不愿意接受耶稣的人 甚至用神的话语 律法作为工具去论断人 拢路人的承索 网罗等等 而不是若人体见 并经历神的拯救 去远离罪恶 和得着自由的恩典的 是 我们怎样去到自处呢 怎样来到 在神面前 成为一个清心的人呢 在我们准备过 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都要思想 神是与我们同在的 这是一个很肯定的应许 在药华福音 也都看到圣灵 保卫斯 也都与我们同在 也都与我们同在 不单是在顺境的时候 与我们同在 在我们困难的时候 更加与我们同在 一方面 我们要记得 需要借着求神的赏面 再扩展 让我们再做一个清洁的心 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我们自己 也都需要培养这份清心 正如针元四章那里说到 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再扩展 我们也需要珍惜 我们一班清心 祷告主的人的群体 希望我们能够在困难中 仍然亏在负责 在负责上 支持 鼓励 让我们在困难中 仍然能够见到神的作为 经历神的恩典 大爱 拯救 医治 安慰 我分享信息到这里 最后有一张图片 也是我通常都很喜欢用的 假如耶稣 现在就是我们面前了 那我们会对祂说什么呢 我们用一两分钟时间 来祈祷 在神的面前安静 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或者你所记得的 转化成为祈祷 求神 建立我们的心灵 家里的心灵 自生 自生 参方 不依赖 成为祈祷 好 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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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奥 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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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我们的天父 求你谁念我们 因为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很需要你的医治 很需要神力的安慰 很需要神力的拯救 求神顾念我们 有样我们看得到自己的软弱 在神力面前诚实的 你圣认过犯 求神你为我们做清潔的心 让我们能够可以 好像耶稣基督所宣告的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求神你给我们恩典 兼顾我们 让我们不是要等到将来主在来 或者我们生命终结 见里面的时候 才见到神 也我们今时今日 在生活当中 见到神力的手 时刻带领我们 神力时刻的和我们同在 我们祈祷奉主名求 阿们 是 祯祝一座 你 神力时刻的 祝祝一座